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修U盘 这位粉丝是一名学生 这一次找我完全属于二次合作了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也帮他恢复过一次资料 这里给我的留言写的都是这么密密麻麻的 如果他是考试答题卡 肯定会写抄密封线导致答案无效的 虽然这一个纸上写了这么多 但其实重点就只有这么一句 挂专家号来解决 这个专字写错了 找我的话应该用十字旁的那一个专 这个U盘是他在寒假的时候自己手搓的 目前已经不认盘了 咱们上机检测一下吧 现在上机确实是不认盘的 这里只有一个盘幅无媒体的状态 我们用芯片精灵做一下检测 芯片精灵检测出来的结果48G 但是盘主那边说这个盘是32G的 我要打开量产工具看了一下 在量产工具上面只检测到了三个CE 如果他是32G的容量 他里面应该只有两个CE才对的 那他多出来的这一个CE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 他这一个U盘有洗了 注意留言上的这几个时间点 虽然看似没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是提供了重要线索的 U盘说是在2024年寒假期间做的 今年的寒假应该是在2月份左右就开始了 而这一个U盘他联系我的时候 恰好是在11月末 满打满算刚好10个月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U盘进行一下身体检查 拆开以后发现里面其实是两片32G容量的颗粒 一共64G 看来我是理解错对方的意思了 我以为他这里是双贴合计32G 所以现在这一个盘里面并没有惊喜 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翻车 缺少一个有可能意味着其中有一个颗粒是坏的 不过还好这个是手搓盘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是不是里面的颗粒或者主控空汗了 刚才还检测的结果是少了最后面一个颗粒ID 对应的位置应该是主控面的 F2A这一个位置 而且这一面不知道他原来是不是进水了 这一个电阻还有主控旁边 有一些像铜绿一样的东西站在这上面 我们先把这一片可疑的颗粒给他拆下来 这里面的油有不少 再加一点吧 这些黑漆漆的不知道是什么 颗粒拆掉以后这个焊盘是这样子的 这块发黑的地方恰好是另一个西的位置 如果我把这一边清理干净 是不是就能够轻松秒杀呢 算了还是不要随便乱力flag了 清理要紧 直接把这一片给擦干净 这些好像都是一层一层的 然后再到这一个颗粒 上面的球全部给他清掉 因为拆掉了其中一个颗粒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另一面的还能不能识别到 两个ID识别没有问题 那么单独拆下来的这一片颗粒就用903的测试价看一下吧 两个ID识别也正常 颗粒的球我已经重植过了 咱们再把这个颗粒重新安装上来 让我访问一下它里面的学习资料正不正常 哎呀 还是一个空盘服务无媒体的状态啊 我这边又打开量产工具 瞟了一眼 依旧是缺少了一个ID 那这种单独测试 可以识别到芯片合起来就不行的情况 会是什么坏了呢 还是颗粒啊 而且这个颗粒极有可能是 RB的信号引脚出现了故障 有的网友可能会想到 会不会是它原来的主控板坏了 你们能想到的 其实我也想到了 于是我又偷偷给它换了一个全新的主板上去 结果嘛 还是一样 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不感 另外 它这一个坏盘的主控板 我也贴了两片我自己的颗粒上去做验证 原来的这块主板功能是完全正常的 现在我已经连接上机了 非常轻松的就识别到了我这两个颗粒 所以我又把剩下的三个C通过F1全部给它读了出来 第四个ID它虽然可以识别到吧 不过里面的内容显然是有问题的 无法识别的这一个C上面读出来的这些底层全部都是3F 翻译过来就是一脸问号 那剩下的这三个C能不能把其余的资料也一起给组出来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组合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一段红再加上一段绿的 几百K的小文件可能还有希望 更大的我估计是不保了 现在我也只能对这名网友说 很抱歉你找的这一位翻车专家 最终也没能令你的爱盘起死回生 虽然我今天也是翻车局 但目前的情况还是有所改善的 至少能让我看到了一丝绿光 我只能这样自己安慰自己啦